美国快要其中选举了 有各式各样的声音 各式各样的攻击 左派有越来越多的手段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或许共产党是对的 为什么每次到选举就会出事 选举一到就有警察打死黑人 选举一到就会有白人至上的弱智 出来大量屠杀黑人 所以选举不好 选举才是制造纷争真正的原因 同意的代表请举手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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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美国建国先驱也不相信民主 认为民主会被大多数的人 用来打压另一堆大多数的人 而且政党会利用洗脑教育来压迫我们的下一代 这些我们全部都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看到 但是什么叫做好 什么叫做坏 我们为什么要为了善 或者是圣经里面说的意而奋斗 人的一生八十几年 为什么我们遇到邪恶的事情不直接说没有啊 就好了呢 面对现在的堕胎 性泛滥 毒品 各式各样的东西 被左派打造成自由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说没有 然后服从的过一生呢 因为如果义人不行义的话 义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那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做什么呢 或者我们这些基督徒除了祷告还能做什么呢 我是Eton 欢迎收看今天的AI News 其中选举要到了很多很好的候选人 我打个比方啦 他不是候选人 例如佛州的州长Ron DeSantis 他就是一个很会利用时事 政治头脑很好的人 那跟他完全相反的 就是对于这个时事完全状况外的 今天要讲这个人的名字叫做Baito O'Rourke 民主党在德州推出来的州长候选人 他这个人选参议员选输 然后去选总统选输 现在他要去选德州的州长 Game Over 先来看看民主党为什么要选他出来选州长 当他冲刀了吗 因为对于这种人的工程中 如果这个高的高速度 当你冲刀的冲刀 你冲刀都在冲刀里面 因为他冲刀了 因为他冲刀了 为否冲刀到冲刀 而不能够出了 我们看到这种人的用选择 当我们俩处选择 对于孩子们 在 Odessa 我认为了一个女儿 他被打成AR-15 那媽媽看著她滾到死 過一小時 因為有很多人被打成AR-15 在歐德納、大陸、大陸 有不足夠的警察 可以接到他們 對,我們會拿你的AR-15 你的AK-47 我們不會讓它使用 對美國人的朋友 首先,他說的那個小女孩是誰? 那個小孩的媽媽又是誰? 這樣子的新聞,CNN會沒有報導嗎? Anyway,HELL YES! We gonna take yourAR-15 你以為你在選加州的州長啊? 你以為你在選紐約的州長啊? 如果他會當上德州的州長的話 只能證明一件事 就是,一定有選舉舞弊 德州人會選一個 來奪取自己槍的州長 Maybe... Maybe in a People's Republic of America 那麼現在呢 現在這個Pro-Life 反墮胎的運動 是全美國最夯的社會運動的瞬間 然後墮胎組織的醜聞不斷 各式各樣的惡行被爆出來的時刻 這位人兄 上全美國最缺德的節目 The View 算是美國版的WTO姐妹會吧? 沒有什麼內容 然後讓美國左派自我感覺良好的節目 他上了那個節目說要廢除所有墮胎的限制 這就是沒有任何 對 沒有任何 一開始生了 就說再見寶寶 但是我還想再加上去 因為你是一個普遍的英雄 有很多人在國內 尊敬你和你的主持人 你有沒有信任任何限制 在第三個月 甚至到最後的9個月 我認為Roe vs. Wade 我們應該要記憶一下 今天是法律的法律 是 這位置目的 我會看來看 這位置目的 我可以說明這位置目的 是我相信女人 我們應該要相信女人 我們應該要相信女人 他們的自己的決定 他們的自己的選擇 他們的健康 和他們的健康 那是我的最終目的 那是我的整個月 我會在49歲 我會在50歲 我會在50歲 但是那是我的方式 應該要進行 不過 我會再加上 加上 在特末的 在特末, 在特末的 他們在歐洲的生活中 年代的孤兒保護的系統 在歐洲的保護和保護 如果他在歐洲的生活中 也會在歐洲的孩子 但他在歐洲的政治點心 保護和力量 他愛他的武器 對 對 太噁心了吧 太弱了吧 他說 Pro-life 的人不在乎孤兒院的小孩 如果 Greg Abbott 真的在乎生命的話 那他應該早就殺死那些小孩啦 如果在乎小孩的生命的話 就應該讓他們在還沒有呼吸之前 就直接被分屍啊 這個樣子才叫愛惜生命啊 這個人提到孤兒院幹嘛 請找一個共和黨的人說 我們的孤兒院系統超棒棒 超完美 腦細胞死光了嗎 遇到這種人的話 你就要跟他說 你轉移話題幹什麼 我們在討論墮胎耶 然後你對於墮胎的看法 噁心到你自己都沒辦法辨解 完全沒有民主的推行 而且也道德淪喪 所以你自己都不想提起來 如果要來講孤兒院的話 那我們就來講孤兒院 我也希望孤兒院系統可以改革 我們應該要讓那些想要孩子的父母 可以更容易的 而且不用付這麼多錢還有手續費 就可以領養小孩 而且我希望離婚這個制度 可以變得很困難 我可以想到好多好多的事情 可以改革 而且幫助這個國家 我希望可以改變我們的工業 讓美國的工業能力再次偉大 我希望可以改變對外的貿易 不要讓美國在國際上一直吃悶虧 要每天在講槍 但是他們不想要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會提到這些東西的原因純粹是因為 他們不想討論墮胎 因為他們要的東西 小孩在出生前的前幾秒都可以殺死小孩 或者小孩出生28天內都可以殺死小孩 是一個沒有人要的東西 是一個邪惡的 無恥的 而且跟女人的自由沒有任何關係的東西 Battle or Rogue 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政治洞察力的一個人 如果任何人想要參政 例如秦政國市長 還有Burton Brink 我們這些local的政治人物 你們只要做的跟Battle or Rogue 完全相反的事情 基本上就有很高的可能性會當選 因為這個人真的是腦子不太清楚 好,我們來看一下比較好看的節目 Joe Rogan的節目 他在上面也提到墮胎 我覺得他的看法是絕大多數 目前美國人對於墮胎的看法 他對於墮胎的看法是 我絕對支持女人的自由選擇權 但是... You know, it's just... I just don't like... I don't like people telling other people what they can and can't do but it gets weird when the baby gets like six months old you know, it gets weird when they're really really pregnant because in some states for the longest... I don't know what the rules are now but I know that some states had late term abortions and sometimes you need one for medical reasons, right? like the woman could die if she gives birth like it's a decision that people have to make Well, if you look back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 of being a fetus? Ah! Well, what was your favorite part of being three? you know, should I be able to shoot you at three? because I don't want to take care of you anymore?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It's like I am 100% for a woman's right to choose but as a human being just as a person observing thing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a little clump of cells and a fetus with an eyeball and a beating heart and for anybody to pretend there's not you're not doing any argument but 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Right, where do you draw the line? Yeah, that's the question 所以Joe Rogan在這邊說的觀點是可以完全被理解的 而且是被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接受的 同時也是一個最灰色地帶的 而且最錯亂的觀點 Pro-Life反墮胎的觀點是 如果人的生命是有任何價值的 那麼在一開始是受精卵的時候就已經有價值了 我們就應該要維護人類的生命 這個是有絕對的定義跟解釋的 那麼支持墮胎的人呢 就是那些真的支持墮胎的人 如果他們跟你誠實說的話 他們會說 是的,小孩是小孩 小孩也是人類 但是我們要的是 女人對她的身體有完全的自主權 如果女人要跟男人一樣平等的話 就必須要跟男人一樣有完全的身體的自主權 那麼這個女人殺掉一個寄生在她身上的人 也應該是屬於她的自由 這個想法是一位叫做 Niami Wolfe提倡的女權主義的想法 我覺得這樣的觀點很噁心 很邪惡 但是也是一個有絕對的定義跟解釋的觀點 所以說我們可以了解他們的觀點 Joe Rogan的觀點是一個就是 我可以了解為什麼很多人認同 因為我不想要規定女人可以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是他們的事情 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 那個就是一個人了吧 一個嬰兒了吧 然後殺嬰兒是錯的吧 然後他請來那個來賓就很白癡的那邊開玩笑 你在母胎裡最難忘的經驗是什麼 然後Joe Rogan就嘲笑他 那你三歲的時候最難忘的經驗是什麼 那你三歲的時候我一槍斃了你OK嗎 就是你怎麼會提出來一個這麼弱的理由 然後他說一堆細胞在一起跟六個月大的胎兒不一樣 但是問題就是一堆細胞跟六個月大的小孩沒有什麼不同 我們該討論的東西是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生命 這個東西是不是一個人 一個東西有沒有生命跟一個東西是不是人 這兩個問題比有沒有手有沒有腳有意義的多了 的確那些也是有小小的不同 但是那些都是表面上的東西 Joe Rogan 問的問題很接近到了值得討論的地步 而且他也已經發現那些支持多他的政治宣言 全部都是骯髒的狗屎的思想 所以現在當你遇到像Joe Rogan 這樣的人 也是美國絕大多數的人 我們要問的問題就是你要不要為了你的道德價值觀而付出 你要不要維護你對於人命生命道德的維護 你要不要為了無辜的生命戰績來發生 而且不要害怕其他人的攻擊 說到攻擊我們的社會正在遭到攻擊 不用說什麼保守派基督徒 甚至連基本常識也在遭受攻擊 我們常常認為說我們要承受左派的壓力 在職場上生活上教育上 但是事實就是他們的目的是小孩 而且是我們的小孩 這個星期有一位在Las Vegas Clarke County 的媽媽抗議當地的學區 因為學校要他的小孩 不只是看一個社情的文章然後做報告 還要背書把那些色情的文章背下來 然後在全班的面前做報告 還要演給同學看 然後我們來聽聽看學區的回應是什麼 當她的教授 required her to memorize this and to act it out in front of her entire class I don't love you it's not you it's just I don't like your dick or any dick in that case I cheated Jo I'm sorry excuse me I don't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thank you for your comment forgive me we're not using profanity are you we have the time back we have the time back if that's relevant I should be talking okay the teacher required my daughter to read memorize this and read this pornographic material excuse me please don't engage with the audience okay sorry it's my first time here please continue your public comment your your time is you've got one minute and 19 seconds I ask you simply this is a public meeting I ask for decorum and I'm asking Dr. Jara thank you so much Dr. Jara If you don't want me to read it to you what was that like for my 15-year-old daughter to have to memorize pornographic material 你有聽到在觀眾席裡面有人嗆她說 那些都是政治宣傳啊 是啊 的確 那就是政治宣傳啊 而且是 學校給小孩的政治宣傳 然後當那個媽媽問校董會 你不想要聽這些 那為什麼要把這些 給我的小孩當作業 他們就把他的麥克風靜音了 那些校董會的大人 不想要聽到那些充滿色情跟變態的文章 但是他們覺得 15歲的小女孩應該要讀這些東西 而且演給他們的同學看 所以你仔細想想看剛剛那個影片發生的事情 有些東西是小孩在學校的必修內容 不但不尊重他們 而且在絕大多數的公開場合 是違法的 他們要小孩做一些事情跟行為 如果任何一個大人去做的話 基本上是違法的 基本上是會被關起來的 就像說 如果今天一個媽媽帶著小孩在街上走 你拿著剛剛那位發言的媽媽 讀的內容給那個小孩的話 你鐵定被抓 你鐵定進監獄 但是 學校的老師可以指派 那個樣子的功課 給你的小孩 然後 校董會假裝沒這回事了 他們說 給你的小孩聽就好了 我才不要聽這些噁心的東西 另外一個新聞 Fairfax公立學校打算懲處 使用錯誤性別的學生停課懲罰 裡面講到Fairfax的這個 公立學校打算要把 錯誤使用性別代詞的學生懲罰 Level 4 Offense 最高會有5天的停校處罰 那Level 4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說說看Level 5 Offense 是什麼 Level 5 Offense 是殺人 性侵 所以這還不是最誇張的一間學校 等等就會提到更誇張的學校了 那Level 4 Offense 是什麼呢 4級的校園犯罪是什麼呢 是 攻擊傷害 偷盜 跟縱火 所以 放一把火把學校燒了 或者你可以 叫一個腦子錯亂的男同學 He 類似那種 Tomato tomato的概念 更糟糕的是 這個樣子的學校創造出來的校規 是從高中一直到幼稚園的學生 把這個樣子的道德壓力給一個幼稚園的小孩 對嗎 學校正在使用這些 嚴刑俊法 來逼迫我們的小孩說謊 你有過這樣子的經驗嗎? 我沒有 我從小到大 我爸媽都告訴我說 不可以說謊 但是 我們要我們的幼稚園的小孩選擇事實 或者是他們的學業成績 我們大人都沒辦法承受這樣子的壓力 很多的這個大人 牧師 基督徒 都會認為這些東西不符合事實 但是沒差啦 他們要幹什麼就幹什麼 教會成長最重要 但是他們卻要給小孩這個樣子的壓力 讓一個七歲的小孩一定要否定事實 不然就要承受社會異樣的眼光 甚至毀滅未來的學業成就 以前我上學的時候 如果學生使用正確的文法 或正確的英文的單字的話 是會受到嘉獎的 是會得到什麼貼紙的 現在使用這些正確的文法的學生 會被停校 甚至會被退學 然後現在每一個小時都可以改變自己性別的世界 他們要你的小孩跟上別人思想裡面的性別代詞 逼他們說謊 而且是一個沒有正確答案的謊 這個樣子不會更傷害小孩跟這個社會嗎? 不知道 而且這些也不在 Fairfax 這個學區的考慮範圍內 就算 Glenn Youngkin 是現在他們的州長 他們還是要洗腦跟傷害你的小孩 在威斯康星州 有三名的中學生被指控 性侵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 用錯性別代詞了 我們來看一下當地的新聞報導 I received a phone call from the principal over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forewarning me letting me know that I was going to be receiving an email with sexual harassment allegations against my son Rosemary Rabideau's 13-year-old son Braden is one of the three eighth grade Kie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ccused of sexual harassment something she disputes He said he's being allegedly charged with sexual harassment for not using proper pronouns I thought it wasn't real I thought this has got to be a gag, a joke on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Wisconsin Institute for Law and Liberty or WILL now defending the accused students in March one of their peers announced the pronouns they prefer to be addressed as they or them one of the alleged incidents Braden and the others were supposedly involved in happened in April She had been screaming at one of Braden's friends to use proper pronouns calling him profanity and this friend is you know very soft spoken and kind of just sunk down into his chair and Braden finally came up defending him saying he doesn't have to use proper pronouns it's his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not use you can't make him say things Some might say or think that you or your son are against the LGBTQ people plus community not at all not at all my children have been raised to love everybody equally shortly after finding out her son was being investigated rosemary reached out to Will Title 9 sexual harassment typically covers things like rape, dating violence, quid pro quo sexual favors right really egregious stuff there's nothing even remotely close to that alleged in this case Will says the school district's policy doesn't cover the misuse of pronouns and neither does title 9 是的,把三個國中生的小男孩當成是強姦犯 因為他們不願意使用左派腦殘的性別代詞 簡單的說就是因為他們不願意說左派要他們說的話 他們就要毀掉這些小男孩的一生 只因為這些左派的人不願意接受事實 所以我來這邊真的是拜託各位 求求各位 如果你的小孩你的孫子還在公立學校讀書的話 請你馬上把他們帶出來homescourt 不管怎麼樣請你們家脫離公立學校 不讀書,當個野孩子放羊 都比在學校被洗腦好 只要你可以 就算你要硬逼著自己怎麼樣 就請你把你的小孩帶離公立學校 這個事情不是發生在加州喔 不是發生在洛杉磯或是舊金山之類的 是在威斯康星州 威斯康星州或許也是個左派掌控的地方 但是不應該像加州跟紐約這麼糟糕吧 所以說我還蠻確定就是洛杉磯跟舊金山 這樣的事情已經是常態了 簡單的說就是他們可以隨時毀掉你的小孩的一生 說他是性侵犯 如果你讓你的小孩持續待在公立學校的話 那另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 那些學生說的不是錯誤的性別代詞 錯誤的性別代詞是左派相信的 那些被說成是強姦犯的學生使用的是 正確的性別代詞 就算有人使用錯誤的性別代詞稱呼別人 例如有些AI news的觀眾 沒事就說我這個很明顯就是 又色又變態又暴力的弟兄是姐妹 如果把他們定罪成性侵犯 這也不是太過分了嗎 但是這件事情更誇張 因為那些學生使用的是正確的性別 他們說的是事實 是真實的 是符合科學的 但是根據那個學校 這些事實 這些科學 是性侵 然後一定要使用 they and them 就是這麼腦殘的事實 我有幾個朋友在美國當過兵 他們會在Facebook上面公開開玩笑 說他們的性別是 Pistol 手槍 Attack Helicopter 戰鬥直升機 AR-15 請問你是小學生的話 要造具的話你要怎麼辦 我的朋友Eric不能上飛機 因為他是位手槍 我的朋友John 認為油價太貴 因為他是個戰鬥直升機 This is so stupid 然後現在設想 我叫他He 然後我們就是在性侵他們 這就是他們使用這麼愚蠢的制度 來摧毀這個社會的方法 他們就是使用暴力跟威脅 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沒有人會覺得說他們的想法 跟做法是正確的 但是他們可以教唆一堆年輕人 去威脅其他人 合理合法的使用制度 隨便灌一個性侵的罪名 在一個國中男生的身上 好處就是在歷史上的例子裡面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使用暴力跟威脅來建造的社會 或者是社會運動並不長久 因為這些不是事實的東西 無法延續 如果你可以用你的生命 來改變人的思想 還有生活方式的話 那個樣子做才會延續 但是如果說他們只是用暴力跟威脅 來打壓你 你不服我 我就不讓你工作 你不服我 我就不讓你上學 你不服我 我就告你性騷擾 就一定會失敗 有一天就會有一堆人 懶得搭理那些自欺欺人的弱智 有一天就會有人聚集起來說 我們不要再聽你們這邊胡扯了 我們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那這個東西 這個事情 應該現在就發生了 事實上應該十幾年前就應該發生了 十幾年前就應該有人站出來說 同婚不民主 也不符合人權 也不是社會需要的垃圾 墮胎就是在殺人 貧窮是自己的責任 有錢不是罪 政府不應該偷取人努力工作 還有服務社會的成果 美國已經不是個種族歧視的國家 這些東西 這些議題 早就應該有人站起來說這些東西了 但是 當時沒有人願意 所以說現在我們才會到這個樣子的地步 但是我們現在可以 我們可以發生 我們可以抵抗這個體制 我們可以帶領我們的小孩脫離這個樣子 無恥、噁心、下三爛的教育系統 我們可以奪回我們教育孩子的權利 他們可以說我們歧視 他們可以哭著說我們在虐待小孩 他們那些人要做什麼 隨便他們 但是如果你是個男人的話 我就會說你是個男人 我不會退縮 我不會軟弱 我不會跟左派玩那些無聊的遊戲 我只認識兩種性別 就是神創造的那兩種 剩下的全部都是你們自己的胡扯 跟政治目的 有些人會說 我知道啊 社會敗壞啊 但是我不想有紛爭啊 我不想有爭執啊 我了解 我知道你害怕 你的工作 你的人生 你的未來 可能都掌控在這些左派人的手裡 我知道有一堆人 什麼網軍啊 在那邊跟你叫囂 很可怕 很煩人 相信我 我是有親身經歷的 不管是被別人叫錯性別 還是被同運組織罵 但是 我們現在不站起來 面對這些神經病的話 我們能做什麼呢 我們要安逸的管我們的人生 然後把這些問題交給我們的小孩嗎 嘿 這是你爸的價值觀 你爸的信仰 是正確的 是符合聖經的 但是 你要怎麼做隨便你 這個是 不是 我們要留給我們孩子的方向嗎 爸爸媽媽留給你的產業 就是一個 被神經病掌控一切的社會 Good luck No 我們如果要我們的孩子 變得比我們更好的話 我們就要做出 勇氣的榜樣 他們不用被這些 彎曲悖逆的思想控制 如果我們一起 勇敢的抵抗的話 他們就會有勇氣 去做更好 更重要的事情 我是Eton 感謝收看今天的影片 更多美國情報 請繼續關注 AI News 這個星期五 Neezy Nails 將會首次 在Morovia Old Town 下午的Farmers Market擺攤 想要試用一下 Tem Free的指甲油 跟一般的指甲油 有什麼不同嗎 歡迎5月20號 星期五下午 去 Old Town Morovia 試用看看 Neezy Nails 無毒 無害 快乾 顏色又飽滿 又豐富 又重多 在網路上看到的顏色 不夠清楚嗎 歡迎當天 親自去看一眼 我當天也會在那邊幫忙 520是個 只有年輕人在過的節日吧 我愛你 怎麼這麼肉麻 不過 為什麼不趁這個機會 跟自己的另一半出來走走呢 重新回到年輕的時光 總之 Neezy Nails 希望大家這個星期有個 總之 這沒辦法 不然放棄 總之 Neezy Nails 希望大家這個星期五 有個輕鬆的下午 一起去 Old Town Morovia 走一走 然後購買漂亮的指甲油吧 去之前 也可以上 www.nijila.com 看自己喜歡的顏色 當天購買喔 我們會來的 我們會來的